五光十色演艺圈 俊男美女演艺圈 光怪陆离演艺圈 丑文八卦演艺圈 文艺爱情 武侠动作 科幻恐怖 伦理未来 欲望 名利 交易 上床 老天与Hank火辣上场 说给你听 演艺圈那档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天 与Hank又跟大家见面了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精彩的地方 上个礼拜讲到哪里呢 张飞到了庙门口下了车以后 还有人找他签名 还有怎么样的 完了以后到最后老大出来讲话说 可以进去了 那进去以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张飞很多国内的观众知道 他是废弃的哥哥嘛 所以当天来讲 张飞算当红的主持人 能从台湾的南部坐夜车赶回台北 在路上在小便的时候 被截了 在四个大汉一截 费心就把哥哥撇了 不管了 也不管哥哥去 就说可以你把我哥哥带走 带走吧 然后哥哥就到了台湾的南部 就是所谓的中部的海边的港乡下 叫沙路的地方 这地方是出大流氓的地方 对对对 你到了镇镇上半夜三点钟灯火通明了 店铺都开了 每个人找他签名 庙口前面站了一百多个人 有兄弟也有家庭主妇也有小孩 砸身踏踢啊你知道吧 完了以后大家说老大出来讲话了 欢迎欢迎我们大牌 张飞就开始打 那我一看那情形 简厂就想跑 另外一桌他说 干中你那桌你也坐下 对对说叫简厂说那桌你坐一下 简厂就说我没有打那么大 哎 李智座你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合 我说美赛我不能合 我没有赚那么多钱 我一看他们打这么大开玩笑 桌上 哎 两万三万底 然后这加起来输赢要上百万的 哎哟 你知道吗 哎 在台湾来讲当然新台币上百万 等于人民币就是输赢就二三十万了 差不多 但我们那时候哪有赚那么多钱 对不对 嗯 那简厂就很为难你知道吧 嗯 那老大说 没关系啦 你怕一半算我的啦 老大跟他讲说没关系你打 嗯 一百万算我的 不是一半 一半 一半算我的 一半算我的 好了 这个事情呢 张飞就上去打 那他的想法是 他都很小声 我坐在旁边看牌吧 他说 制作我告诉你 咱们也不能赢 对 但也不能输 对 所以我现在要打掉 要很小心 嗯 只要保持不输赢 熬到天亮 嗯 打个四冲 就可以走人了 走人了 四冲 所谓的四冲的话呢 一冲是四圈 哎 四冲就是十六圈 就这么个意思 会打都知道 会打都知道 他说为什么 我说哎 那赢了不能拿钱吗 他说不是 你赢了到时候 人家又叫你下次来捧场 又干嘛的了 对对对对 所以也不要赢 对 但是也不能输啊 也不能输 这输的话呢 辛辛苦苦 那这一两百万出去了 对 这个事情是我亲身经历 所以咱们做大牌艺人 有时候也 也很难 你别看他在台上很风光啊 你碰到了一些政治人物 兄弟 对 他们也是很无奈的 我跟你讲 黑白两道都要打点 都要应付了 都要应付了 而且他是莫名其妙 在泰安休息站 厕所 洗手间 就直接被架子说 既然你经过本地啊 那就来捧个场吧 哎 你经过本地拜个码头吗 对 也不啰嗦 终于 我是一边打瞌睡 一边还看他的牌 他还没事要叫醒我 他帮我看一下 到了 终于到了早上十一点钟 中午了已经 终于结束了 我告诉你 减场 赢了一百多万 哎呦 那不是一半算老大的吗 对 所以他赢五十万 他赢五十万 张飞 输了一百万 这个问题就来咯 哎 两相一抵 嗯 怎么样 还唱五十至少 哎 不是 减场那边赢了嘛 对啊 张飞你这边输了嘛 嗯 那老大还说打折 八折 嗯 所以张飞大概要拿八十万 八十万 那他是不是当然 人家也会把减场的五十万扣掉吧 对 那你就张飞再汇个三十万 三十万嘛 这个事情终于 我们就去吃饭 老大哇 张飞那时候满脸卷容啊 我们也就 走了 然后大家留下电话号码 三十万对他来说呢 是piece of cake 小事 但是 但是一回到车上 就瘫掉了 不是 我们就他一部车子送我们回台北嘛 在车上呢 张飞跟检场就有点不高兴了 哦 检场说那我 我那个三十万 对 张飞讲说回去以后要怎么汇 嗯 把这个钱到邮局银行去汇吧 嗯 那检场就一直 一直在捏我的腿 嗯 要我提 嗯 意思就是说 哎 飞哥不对哦 你好像要准备的是八十万哦 你要还检场五十万啊 对对对 有没有 哎 是不是这样 那检场也开始有些 哎 你怎么好像都没有关心到我的五十万去 嗯 嗯 去哪里了 嗯 嗯 好了 我我检场就说哎 不是飞哥 那这样子我也打个折吧 嗯 我虽然赢了 嗯 但是咱们总是一场嘛 对兄弟嘛 我打我拿二十五就好 嗯 飞哥 啪 就是一个那个 大嘴巴上去了 不是 嘴巴没有打 他手上正好拿着他那个笔记本啊 在那边在 正在算 嗯 他帮这个打到检场的头上去 嗯 你跟我算 哈哈 你跟我算 我最近那天那个表情有没有 嗯 你这个你敢跟我算 嗯 有没有 嗯 我没叫你把我的负担 我的八十你要负担一半的 嗯 这是我们一起的事情了 对 我们碰到了这些流氓怎么办 对 你还拿你的 所以想说哎 可是我是赢你是输啊 嗯 你知道这这账怎么算 那我在车上也尴尬了 他李导演 你说看 检场这样对吗 哈哈哈哈 检场说哎 我我就哪一半 我就一直告诉检场 我说检场我就踢他 对 飞哥已经翻脸了嘛 对 有没有 对 我说这个严格讲起来啊 咱们得回去开个会 嗯 讨论一下 不是 要把费玉心找出来 哈哈哈哈 你知道吧 叫他负担一部分 哎 检场说 对 我们要把费玉心找出来 好了 整辆车子到了台北呢 直杀费玉心的家 啊哈 有没有嗯 费玉心家住在东区啊 对 我知道 OK 费玉心还想说 哎 你们终于平安回来了 回来了 有没有 我说哎 小哥 我对他小哥 小哥搞点吃的 哇 他就叫做弄了很多吃的 嗯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都不敢 没一个人要提这个事情 他说昨天怎么样了 嗯 检场也不提 飞哥也不提 就吃东西 在他家吃 嗯 好了 终于吃了差不多的时候啊 嗯 开口了嗯 我看到张飞就踩我的脚 嗯 我说小哥是这样啊 嗯 昨天我们大家是为了救你 嗯 你长得比较斯文 对 平常你比较不跟这些 呃这个黑社会打交道 不跟兄弟咖打交道 所以飞哥也是保护你啊 嗯 自愿 他去杀戮 嗯 让你先走吧 没错吧 对 飞行说 哎 可是他们好像不是要叫我去 哎 哈哈 你知道飞行那个表情 哈哈 我说不不不 是我们大家有默契的 检场说对 嗯 是我们有默契的 让你先回台北 嗯 我们三个人去受苦受难 嗯 但现在有个事啊 嗯 得一起来分担了 嗯 所以说那那那你讲什么事情 嗯 嗯 我就把昨晚事情讲一遍 嗯 我讲我 其实张飞本来就交代我要我讲嘛 他不好意思跟弟弟要钱嘛 对 怎么样 我就讲完飞行说 这样听起来好像也是有点道理 嗯 我想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 你们先吃先吃 嗯哼 哎 我们就想说飞行还不错 大家这样 那这样大概分担是这样子 嗯哼 检场的是不敢拿了 对 等于倒贴要三十万嘛 对 三十万他们三个人就是一人十万 十万 我不用出钱 嗯哼 把这个账会了就算了 对 张飞还很高兴这个面就吃得下了 嗯哼 我们来吃啊小菜吃一吃 突然这个费心的这个家里打扫的阿姨啊 嗯哼 就过来了 哎 朋友们 哎 家里面打扫的阿姨过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进一顿工商服务回来之后告诉你 哎 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 很可 哎 我们这次讲的是张飞 哎 哎 这个这个又被呃 这个台中的这个地方流氓抓去赌博 台中上路的这个海线的兄弟那四个人把他下去赌博 结果到最后反正总算下来他们要汇三十万给这些朋友们 给这些兄弟们那现在他们在费精家里面吃饭 费精 费精本来很热情的 听完也觉得你知道费精的表情喜欢说点头 嗯 他说哎 制作我觉得你讲的非常有道理 我哥哥为了救我让我先走 你跟检场也是为了救我所以让我先走了 但今天你们倒数三十万大家分摊一人十万 合理 嗯 有道理 嗯 然后他就学他你们先吃 嗯 过了差不多半小时我们不见踪影有没有 大家 嗯 突然大家打扫的阿姨啊 嗯 就上来讲话了 嗯 哎 黑哥 黑哥 那个小哥说 哎 哎 我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就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但是一共 但他说 你是他哥哥 哎 这个事情就你就不用找他了 说你就自己单了 他先走了 哈哈 他还有 有事啊 说跟人家约了 说去哎 说去爬山了 哈哈哈哈 可能要明天才回来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 黑一星就走了 嗯 就真走了 哎 不晓得去哪 就他家哦 嗯 那我们几个家家也不是办法啊 对啊 这时候飞哥想说这个飞行又来这一招 哈哈哈哈 那检场后来一看 他说那飞哥那 那那那我的十万 他不是十万 他不是十万是十五 哈哈哈哈 沛玉清的十万 别他当不进一人分 对他说 检场还说那我十万 我明天汇给你 在一起汇给他们 哦 那检场是比较听话 嗯 嗯 嗯 张辉说哦 不不不不是哦 是十五哦 哈哈哈哈 这个飞行 跑了吧 跑了嘛 哎 哎 一人一半 我讲到他们张家的家族 飞行姓张 嗯 张家的家族那真是可爱 然后又发生一些很啼笑皆非的事情 嗯 你知道吗 嗯 坦白讲他们对台湾的演艺啊 贡献良多 哈哈 但是我呢 有幸跟他们这个共识 是二十年了 啊 所以知道的这些笑话特别多 是 但有时候张费心也会自己提出来这些笑话 嗯 那笑话多了 对 哎 这个 所以哎 听众朋友 我们讲这些台湾的演艺圈啊 嗯 那真是一般是听不到的 对 一般人不会看到就是后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和过程嘛 对不对 那么而且刚才竟然提到了兄弟 那以前在台湾拍戏的时候 我们叫兄弟不晓得国内观众听得懂听不懂 应该听得懂了 也就是兄弟就是黑道嘛 黑道 那我我记得我有一集我也曾经解释过就是说国内对流氓跟台湾对流氓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我可以再跟朋友们说一下 其实国内的流氓呢就是什么啊也收点小钱啦欺负一下良家妇女啦 是这样子吗 这种称之为流氓 所以你看有时候女生就说你个流氓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他们的流氓对我们来讲的话那感觉像个变态狂一样 哎有点像地方小混混 哎那我们讲的所谓的这种黑道的兄弟流氓呢 他们的定义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他们这个呃有点日本浪人的感觉啊那有时候早期也挺中心的然后也挺讲点意气的 所以那后来那也乱了也乱了 那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事件上一集讲到现在张如飞被黑道架剧赌博捧场 那时候在演艺圈是咱们演艺圈是常发生啊 经常有的事情你那时候当在电视的小生我觉得比较少碰到拍电影电影多哎呦你讲到电影那就多了对哎比方说田哥立谦演武侠片演什么跑到郊外去演当地的这个尬头嗯当地的角头兄弟就出来了就是在他的地盘上拍戏哦对不起各位导演演员拍戏哈你们想安全全的在这拍下去常发生吗 常发生那演员会被介入演员基本上不太会介入他们都是找制片那我就告诉你哎这边我就想起一个演员介入之后发生的大事哦那就是咱们两岸三地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大排演员了嗯王宇哎独臂刀王独臂刀嗯那个时候是不是一天到要到各郊外拍对三头拍对他就介入一介入之后他当场啊也不演戏了 五十刀拿起来跟对方砍了哎哎因为他的个性开玩笑哎这个事件在台湾很有名啊是是不是啊呃我们王宇王宇大哥呢那人家称他为也是算组什么什么公司什么老大也是也是逐卦的嘛哎好像就是类似黑帮老大其实无所谓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是台湾来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其实现在国内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台湾的两大外省帮派早期了 那现在不是了都跟这个电影界也跟电影界很熟那两大外省帮派呢一个就是竹连帮一个就是四海帮嘛哎他拍戏啊你看嗯他长得帅嗯他个性上面也是五湖四海交朋友当时就已经大家对他的背景是质疑的对可是连他的戏组就是他的他的剧组哎就他只是演男主角嘛嗯跑到北投的山上嗯很有名的地方你们叫他小平鼎哦这个全部 不拍戏人都知道对小平鼎哦可以拍武侠片拍什么片啊哎到了现场人家要收保护费对本来这个事情制片出来改版就摆平了啊对制片出来跟当地的一沟通完了以后反正啊比如说他说要一万人打个折变五千哎这事就过了因为自认为自己是武侠大王有没有而且自认为背景很硬啊是什么人可以跟我收保护费什么人敢跟我收保护费所以他当场啊你别看翻脸了翻脸了而且他车上也摆了 这都是武士刀啊哎呀他们以前几个也是哎你有没有听过讲到这个武士刀田哥我们插个话题啊观众朋友要了解为什么我们称他武士刀嗯哼你看啊中国流氓打架干嘛他香港流氓拿斧头嗯或者拿砍刀对拿那个砍来砍去对中国可能也是拿一个长刀短刀嗯哼就台湾拿的是武士刀嗯哼就要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了因为台湾受过日本的侵略统治对啊 那所以呢就是这个呃50年很多很多人家里面呢那个时候都有那个传下来的那种武士刀日本人留下来尤其本省人的家里面那种还有那种台湾有很多那种日式的老房子啊哎你到日式的老房子的房梁屋顶那个主梁上去看啊经常会有一把武士刀在上面对他们那个是所谓的正邪之类的也是这种东西很奇怪啊所以在台湾呢就是惯用的就是用武士刀 所以我们不管是所谓的眷村长大的小孩嗯还是本省的呃朋友啊嗯哼大家一打架好像就提武士刀好像表示很厉害一样对那个时候你记得吗我们还不是用武士刀来的我们是用尺寸哦一尺二一尺二两尺四三尺六对对对这也是武士刀的尺寸啊就是武士刀的尺寸嘛对啊武士刀非常利啊对这个观众朋友我们不是要提倡暴力哈 哎但这就是历史背下来的一个故事对他就是顺着历史的传承日本人统治台湾五十年对对不对对这个五十年这个当地的教化情况之下日本的浪人也把这个带进来了对对对军人也是用武士刀对所以当地的平民习惯用武士刀对好了当日本撤退打败了对投降了以后投降以后这些武士刀留在台湾流传在民间对台湾的流氓一打架帮派一打架就是武士刀出来了 假设我们在比比不是像现在比说哎你有AK47哎对对哎你那边有多少吧我那六把五十多少的三尺六二十四一尺二有没有对啊都就是这样称嘛对所以台湾习惯打架动不动就是武士刀出现这就是我们讲的王女为什么那时候车上啊他的保镖都是摆武士刀在车上对那因为那个时候平良讲那个还弄不到枪枪很难那个时候好了两边就在小平顶上面直接拍起 武侠真实骗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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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情在台湾常发生啊是这种事情在台湾经常发生的嘛朋友们哎王女跟他们对砍了砍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那台湾的电影圈为什么到最后有很多所谓的黑道的兄弟那加入当制片是什么原因呢朋友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回来之后告诉老田与黑Yes 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与黑那么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武士刀啊什么之类的游戏我们 王羽大侠独臂大刀王拍片遇到当地要勒索当地来收保护费他直接就跳出来直接跳出来就拿五十刀跟人家对披了我跟你讲那一场啊很有名报上也登了嘛对哇两败俱伤但王羽没受伤他的保镖都冲上去了因为他的保镖围着他嘛好这场打完之后大家谈判啦台湾习惯谈判就打完就接着就是摆脱谈判 对啊中间中间中间就出来请客了做协调两边就是像香港就是所谓的喝茶了对啊台湾就是吃饭摆台子那个时候叫摆台两边就谈他就张宇王羽认为他也是老大对这边认为说我是地方他地方尬头嘛地方角头你不给点钱你算什么了对我们也要生活嘛对就两边协调哎钱是由制片组电影公司老板出了对那王羽也就这样 从此以后只要我王羽来拍片哎大家就让一步大家愿意给这个面子对别人来还是照收的哦对对对好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嗯当然王羽后来接下来发生社会更大的事情嗯嗯他被在这个银松阁啊被开枪嘛哎被砍成这样子有没有差点命都没有了哈对其实都跟很多事情相关的哦对对对 那天啊嗯我有点事要问你嗯以前啊我从小梦想当制作人导演啊哈当我第一次当导演的时候啊我的那个副导演就问了哎哎那个导演哥啊嗯咱们的制片是谁嗯我这边就找那个大翔吧嗯大翔你的是吧周大翔哎那个有经验的制片吧那那非常有也是我的学长哦是他有经验我说嗯他不我现在问的是说谁来处理这些地方上的制片 哎从此以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像你们拍电影电视哈多了一个制片是专门在处理这些奇怪的事情有些时候还不止一个哦有些时候还不止一个哎比方说像你你比如说你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地方就是啊北头山上小平顶拍武侠片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其实那个地方另外一块呢非常非常的美小平顶呢 是在一个山顶上比较开阔的地区是适合这个就是武侠片的跑马呀什么之类的那种东西但是真正有味道的呢是要再往上一点是阳明山的后山哦就是硫黄矿蒋介石最喜欢的地方对对对对蒋介石最喜欢的地方后山后山他是后山后山下来那个地方就是北头嘛那然后那个地方呢有硫黄矿然后每每这个 一天二十四小时烟雾鸟绕哦我告诉你你问我这点话题我就对了嗯第一我出生在北头哦是的所以我看到那边的景啊就是大家很少看到这种奇观嗯哼它越冬天就冒烟越多因为它那个温泉是烫的嘛哎整个山上呢烟雾鸟绕对有没有对哇简直拍武侠片也不用烧烟了平常我们拍武侠片要烧烟烧稻草烧轮胎的什么都要烧的拍鬼片的时候啊 对也要烧烟但那边不用对那边就是有个味道温泉但是温泉的味道所以你们拍武侠片常常在那边经常在那边拍经常在那边拍因为它那个第一个背景很漂亮而且就是什么怪事临巡然后在以后那些硫磺流下来对对对然后整个又是烟雾腾腾水会这样泼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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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 这个也有这种经验 有有有 然后在里面拍 那么其实在那边拍 就是小平顶那个地方呢 你打高尔夫球的你一定知道 小平顶再往上一点是什么 国华高尔夫球场 那块地原本什么 他们这个要买下来弄下来 反正折腾的很那个 就是那个平顶 为什么武侠片一定要在那边拍 第一个 那边四周都是山 对 不会有现代的建筑物 武侠片的话不会穿帮 对而且云啊 空气也都很好 那一早去了以后就跑马 所有的官道上整个跑马什么的 所有 那个时候你们都要去拍 都要去拍 武侠片都要在那边拍的 那当地就是你们北投的 也是地方上的脚头了 你也遇到过这个 多的多的狠啊 只要来 那好了 你们剧组来了 来来来来 一个固定行情的 有 你们电视多少钱 电影多少钱 这个他有价目的 对 来来来来 你们拿一张 他有时候还会这样 后来我看他还为了掩饰 表示了说 不是勒索 他说这样子 欢迎你们剧组来 你们多少人 那我们的水帮你准备 那个水就是不要拿的最便宜 那个水 有没有 就说这样子总共多少钱 意思就是说 我也不是跟你勒索 我是卖水给你 或者卖冰榔 冰榔最常有的 冰榔最常有 冰榔就拿了几包说 这个冰榔呢 大家好 帮我们消费一下 这个冰榔呢 这个就大家吃一下吧 那这冰榔也不贵了 两万块钱 这真的是 他边迷目 警察来了 说没有啊 他买我的冰榔 他们冰榔啊 没事啊 这就是所谓的收拍片的保护费 对 所以你这个制片就要尝试 所以这个就是说 为什么要有另外一个制片 他真正不是负责 所谓戏剧行政工作的 而是负责就是调节地方事务的 地方公关 而且他随时可以调动人马 有的时候不见得给钱哦 他们也有他们的背景哦 哦 我是哪里的 对 就是说我是哪里的 我是哪里 你是哪里 那大家讲 比如说 随便我举个例子 那在北投那个地方 那有一个帮派是北连 哦 对 那今天如果你用的制片是竹连的 哎呦 那跟北连的有点交情 可以 那完了以后呢 谈一谈 呃 多少面子要给 还是会给 还是会给 因为他们一定要 便宜 没有错 没有错 别的去组三万 对 你一万五 OK 算是给面子 算是给面子 那四海的来了 四海来了 那如果就看 就是跟他对不对盘 哦 有些说看 就说如果跟他对盘的话呢 OK 那就便宜一点 如果跟他不对盘的话 你来都不要来 哎 这点倒是啊 咱们两岸三地拍片的文化 各有不同了 对 但田哥 嗯 我也在青岛拍过戏 哦 是 你也在长春还是哪里 我在长春拍过 那你那个时候去也很早 我是92年去的 比我还早 1992年 那中国大陆这么大 有没有 你到了那边去拍戏 地方的乡村货的方式啊 嗯 会不会也给你 收这些所谓的费用 呃 那个时候 就是说这样子啊 比如说我去跟长春电影 这片场合作的时候呢 对 呃 所有的预算都打出来以后 他们会列一笔费用 哦 叫什么呢 不可预见费 就是这个费用 哎 这个不可预见费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你是跟长春制片 那长春制片一定跟地方很熟了 会也会发生 没有 有些时候你你到农村去的话 你就难免了 当然我们剧主拍这种事常常碰到 我听你讲是你的事 你的一个故事啊 我我还会就别的这些各种剧主到乡下碰到的 怪异的事 整个村子把你包围了 这什么事情都有啊 这样你那个也是很很很 我那个就是说呃 他他们其实也也要求的不高 要求的不高 因为那时候92年很早嘛 那时候还有外汇券的时候嘛 很早嘛 所以我们去呢 跟长春制片厅做好了预算以后 他有一笔不可预见费 这个不可预见费是要干什么的呢 就是说好你在他这拍戏了 你动了他什么东西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话 帮他恢复一下 给点钱了什么之类的 像这样的情况 明目上还蛮好听的 明目上非常好听 那完了以后呢 后来他们村子里面要求 就说你们不是有那个 所谓的群众演员嘛 我们台湾的临时演员嘛 对对对 群众演员你一定要用我们村子里面的人 不能用外地的 不能用外地的 一个人头多少钱 一个人头多少钱 这个也合理 这个村长出来 这个我常碰到 平常讲 但是问题是我那个戏不一样 没有临时演员 有 我那全部都要骑在马上 那他们怎么办 对那有摔着鼻筋 干脆不演了 而且在兵上面 金月潭嘛 整个结兵 那我的就不一样了 我告诉你 我这在青岛 在上海都碰过 我的戏呢 偏偏这两个都是发生在海上 海边 在海边 但是我也要群众小船 不是演员哦 小船 小船 我在上海黄埔江外面拍这个戏啊 叫做一百个新娘 还能夹几百年 那我们这个船呢 这个这个系在船上 大游轮上面演 但是呢 他的周围有一些小船 他们之间产生了误会 所以这个小船就聚集啊 我是不是也是要群众三百演员 对 那这个是专业吧 对 跟你那个骑马一样 一样嘛 哎 我第一次 我们那个制片 我以为他搞定了 这个对我们来讲 就是找一个船家 然后跟他约 然后说你 谈好多少钱 对我跟你讲 发生了很离奇的事情 OK朋友们 上海黄埔江外 上海黄埔江外 一百个新娘是吧 对对对 到底发生了 什么样的山板群众演员的事件 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 回来告诉你 OK 欢迎朋友们回到老田 与Hank 咱们讲到在各地 世界各地拍戏 都会发生收保护费的事情 是 所以在中国的经验 你是制作人 我也是制作人 你曾经在长春拍 我曾经在上海 黄埔江外 还有在这个 这个 各大地方拍啊 青岛 你不是说 青岛 有不同的事件发生 我先讲的是上海 黄埔的 那个离奇了 贾静文演的一百个新娘 然后男主角是大陆的一个小生 叫什么刘烨还是谁 我忘了 OK 我这个大船上面的戏啊 爱情戏 周围附近要有一些小山板 在那边 后来他们之间呢 误会了 误会这小山板要围着大船不放 就在黄埔江外 那我是不是叫什么20艘的这种 小山板 有啊 需要的 小船啊 也是气体的那种 对 好了 制片去联络 我们一看 那我们用对讲机讲嘛 一拍 五四三二 哦 那小船就跑后边 然后围上来 然后大船上面 就跟他底下吵 拍一半 我一看 我说制片 你到底要花多少钱啊 他说怎么了 老爷 我说我们预算有限 我跟你讲 20艘 20艘就够了 一艘大概要500啊 我们要赶时间 把它拍掉 20艘就已经是一万了 对不对 你现在搞那么多 说那边那么多来 他一看 他说没有啊 我们都在这了 一看 你知道那边来了多少艘 来多少艘 50艘以上 我告诉你啊 整个一点都不夸张 黄埔江 你有没有在上海外滩待过 就是那个 我待过 我去 不 我去看过 参观过 玩过 我没有在那边待过 我就在那个最有名的那个 那个黄埔江外 那个景很漂亮那一块 有没有 市政府前面 那个银行 叫做他们叫做 汇丰 以前的汇丰银行是什么 对前面拍 所以可以看到大楼嘛 对对对 然后这景色 很漂亮 嗯 我跟你讲我们的20艘临时演员的船呢 嗯 在前面 嗯 那50艘浩浩荡荡 从那边一路杀过来 啊哈 从东边那边杀过来 啊哈 而且船的开得很快 嗯 你知道在黄埔江的 这是一个经验哦 啊哈 你开很快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 浪 对 会打 会 整个会打的 那个船就会 你没办法拍戏 我们没办法拍戏 没办法拍的 大船也是晃 对 小船也是根本就撑不住 对 他这样哗 50艘 嗯 哗 从左边又来了 嗯 我一看 我说你叫这么多艘来干 我他说 老板 制片 导演 不是我叫的 他们来怎么知道 好了 那这样搞来搞去 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拍 没办法 我们知道找这个水井啊 嗯 有认识员嘛 嗯 水井 双双双出动了两艘大水井船 嗯 从左右去围绕他们 嗯 然后终于把他们拦下来 嗯 然后就 慢慢开到我们大船旁边 嗯 那我想知道怎么回事啊 嗯 哎 上来一个西装 这个 隔旅的 等等其他一个老板 嗯 那个公安啊 上海的公安就很客气 水井说 哎 制片 你们拍片呢 要协调 嗯 咱们这个是 这边也算是这边的码头工会 嗯 你们协调一下吧 嗯 他们就不管了 他们就走了 协调一下就是 哎 我一问 我说 为什么我们在拍戏 你这个五十艘船在那边 来来回回 哎 他说制片了 他用散开话讲 哎 我不会讲 撒 哈哈哈哈 意思就是说 哎 他听你的口音是台湾来的 我说对 他那好讲 哎 咱们都自己的人哈 哎 你们叫的这二十艘呢 不是我们工会的 不是咱们商会的船 哦 不是他们工会的船 你在这边拍片 你不跟我打交道 嗯嗯嗯嗯 你们就自己去找了民间的 这个是何必呢 都要 大家都要吃饭嘛 嗯嗯嗯 你这样什么意思呢 嗯哼 意思就是说 原来你在上海外滩拍戏啊 你就要经过他 你拍照船啊干嘛的 你还是要找当地对的 你不能自己去搞 对对对 他会讲话了 对 我一看那那那好啊 那好讲嘛 嗯 那我就把二十艘退掉 嗯 用他的船 用你的就好了吗 他说也不用 嗯 你就是给钱给我就对了 我会去跟他们讲 OK 哎 他得还是会给他们 啊哈 只是给的价钱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了 对 但是他就当头了 对 我连在那边拍了一个月的戏啊 嗯 我们常常用的船 四平八稳 哎 后来都很稳 是 我们拍戏啊 他们还护着 不让人家开快船 对 哎 开船他还上去逼逼逼 干什么 人家在拍戏 你在闹什么 哈哈哈哈 有没有 他帮你维持 帮我维持 也好 后来 这也是一种地方的文化 对 当然青岛的状况就不一样了 嗯 那就是打起来了 但我不晓得今天时间来了 你来不及哈 嗯 那个你知道有个演员叫 黄 黄大维 叫做 胡大维吧 顾大维 顾大 吴大维 吴大维 对不起啊 吴大维 太久了 有点那个混血的感觉 吴大维 我们的男主角之一 我们的剧主在青岛拍戏 那就更精彩了 嗯 那这一段呢 希望观众朋友要锁定我们这个老田与 汉克 这个节目 这个是在青岛拍戏的时候 在青岛拍戏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想今天的时间呢 目前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那边观众会拼的会觉得骂我 老师要掉在那边 对现在已经差不多大概我们只剩下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两分钟还可以聊聊聊聊聊 那但是呢问题是光讲那个青岛事件可能是讲不完了 对那我们先讲这个还是讲这个反正观众下周锁定我们了一定要讲听我们讲青岛事件拍片 青岛拍戏的时间 只为了一个沙发烧破了一个洞 嗯 最后两边人马上千人马 两边加起来上千的人马 为了解决这个沙发烧破一个洞的这个这个戏 嗯 你知道吧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哈 有时候拍戏啊 难免会有一些意外 因为今天这个青岛的故事我想就留在下一集再说好了 哎 我先讲 难免会 难免会有点意外 你自己当制片的时候 你现在告诉观众实话 嗯 你当制作人也很多哈 嗯 你拍戏也没有讲过 我保护费 讲真的保护费 真的保护费真的交过啊 哦 交啊 真的交过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 其实我也交过 因为有时候小钱就打发了 对 你不要因为这点钱去节外生枝 对 因为我的保护费交的啊 哎 实实在在 我也乐意 为什么 嗯 只要我一拍戏 后面就有一个人啊 嗯 吹那个唢呐 你知道吗 唢呐 你也不能拦他 对啊 我跟你讲啊 我在那个时候我在哪拍啊 我在恒店 在恒店的郊外 还不是在片场里 片场里就不会发 片场不可能啊 对 我在哦 不是 我在苏州的一个苏州了 啊 我只要一开拍 五四三二 他就吹了 唢呐就 啊 就开始了 那他呢 你也拦不到他 为什么 他在他家院子里面 你把他怎样 但是我们就在他家院子外面拍 他只要一听到 五四三二 他就来了 哎 那我的制片照样 在当地应该很熟 可以搞得定啊 对 他敲门他也不理 他也不理你 要送礼给他 他也不要 有没有 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事情 我碰过这种事情 但是很少 为什么呢 一开始一定 你们没跟人家打招呼 为什么 你们五四三二 吵到人家了 不是 但是我跟你讲 我在国内拍戏习惯 因为我慢慢有 我都习惯找头 比方说乡长啦 或者是书记啊 村长啊 没问题导演 我搞定了 但是他其实没搞定 我跟你讲 他就出现 那他们也搞不定 就是公安都来了 他也不开门 那你怎么办呢 你不能把他怎么样了 他在家吹唆呐 你不能把他怎么样了 那我那个声音 我那爱情吸引 他说 平春 你愿意 娶我吗 就来了 OK 谢谢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时间赢到了 下个礼拜继续锁定老田与 太长告诉你 青岛事件 青岛拍戏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男主角是吴大为 OK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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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